第二阶段周五 台湾文艺复兴时间 我来介绍三位一流的专家学者 文史工作者王总龙先生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立台湾博物馆规划师林中奎先生 国内哥好 大家好 他也是继李前朗教授以后 可以所所研究台湾建筑师 一个青壮派非常杰出的学者 城市数据画家郑开祥先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 开祥兄来自屏东 但是把他的创作用街屋台湾来表述 为什么要街屋台湾呢 你可以用摄影 你可以用绘画 你可以用各种艺术工具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一种 非常特殊的艺术形式 我再强调 这段节目为什么谈艺术音乐美术摄影 以及各种文化历史事物呢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我们的国家认同 民主价值来自文艺复兴 我再强调文艺复兴 意大利话 Renaissance 就是重新出发 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 回到妈妈的子宫里面 重新开始 精神的意思 同时 我们每周五 就是每周三 就有点做推动 我要强调 我们是在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不断的透过这个话语权的论述 重新建构台湾的历史记忆 以及文化在线 是捍卫台湾主权独立的最前线 同时 我要对我们年轻人说 世界上唯一的吸引事物 就是你没听过的历史 没看过的失误 很多声论节目 追求新闻 我要引用Y.S.Lorraine这句话 Fashion's Fate Style is Eternal 我这个节目 不追求流行时尚 我要建立style 我的风格 建构于价值跟信仰 今天看到左龙兄 就知道cosplay 来去大地儿镜头 来 我们来看看大地儿镜头的故事 火山鞒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西洋唱腔的音乐家所演唱的 愿文奇象 演唱者是一个日本的这个演唱家 叫关种子 他是没错 东京音乐学校毕业的 然后他是唱日本歌还是台湾歌 唱日文 但是做词做曲都是日本人 但是他们写的是大稻成小夜曲 这个非常非常浪漫 我们都以为只有绿岛小夜曲 大稻成小夜曲 美国人说戴着巴拉帽去 你是带带帽帽 带帽帽去戴图堂 那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七八十年前要带帽帽帽 戴帽子这个事情是一个象征 那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嬤 对他们来说 拿手杖 文明棍 文明棍 然后戴帽子就是文明的象征 我讲个爱心觉罗普怡的自传里面一段 有一天啊 普怡啊 他在当然是他 辛亥革命又继续住在这个直映城13年嘛 有一天啊 他突然把那个黄袍脱掉了 换西装 他戴着 帕娇帽帽 帕娇帽 就是鸭舌帽 在宫廷走来走去 他的英国 英文老师叫Johnston 庄士顿 啊 My God 他说你竟话什么 皇上 你怎么可以戴这种 打猎帽 这是打鸭齿的帽 你皇上不能打啦 你看这段我觉得 我看他哈哈大笑 所以如果溥仪戴这种帽子 我会学教授 你怎么可以戴这种大甲帽 巴拉玛帽 可以吗 所以这个重点在于要举止合宜 在什么样的场所 做什么样的事情 穿什么样衣服 讲什么样的话 所以Johnston说My God 你觉得没有意外 我不觉得意外 因为他在宫里面 怎么会带出这种在外面 的这个装扮 所以你今天Cosplay 要在哪里去哪里 在哪里去哪里 把你的那个研究 跟大家分享 好 吴大哥说我们前面先讲 一点点时事 昨天我们节目里面 常常来的于潭人 陈永峰教授他有提到 他有呼吁 说请这个 这个国 我们国家 可以邀请这个已经退位的名人 天皇可以来台湾 叫上皇 不用在宇纳国岛那边痴痴的旺 直接来就好了 所以接着 蔡总统 如果你真的在 选举前把这个名人 上皇要来 保证 保证 对不 就像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好 上皇来不来 我们不知道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先破题一下 蔡总统开始 开始心痒痒了 希望他能够成行 这是一九二三年 就是这个名人上皇的父亲 就是裕人 那时候他是摄政公 王太子 他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这一本是准备要出版的 这个是书的封面 叫东宫行起 东宫就是太子东宫 东宫行起来台湾行起 那是我跟我们节目里面的这个前辈 郭双富先生一起合著的这一本 那么重点在后面这个街屋 这个街屋 其实就是在重庆南路跟衡阳路口 的那个西韦商店 在荣丁的西韦商店 那个时候是西韦商店 总好像欧洲 非常像 你不觉得吗 很像欧洲的巴黎或伦敦或柏林 特别是搭配上前面这个 皇室的马车 这个马车其实是一个紫红色的 像有点类似像我们标题的这个颜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个西韦商店 当时是专门在卖摄影器材 那后来张才在战后有一度 也在这里开 那之前金石棠 金石棠后来结束营业 我刚才问这个林老师 中奎老师 说现在改成有点类似像个人网咖 那样的个人空间 一间一间的 几天前有一家借同书店 开45年也收摊了 然后应该都改开咖啡厅 或卖面包的 大部分 大部分 所以很可惜 这一栋更可惜 因为这一栋刚才中奎老师有提到 事实上它随时都可以拆掉改建 它没有办法被列入这个保护 为什么 这个等一下可以 中奎老师来讲一下细节 好 接下来这张图 说真的大家已经 在节目里面看过很多次 今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郭雪狐先生1930的 这个南街音阵 什么叫南街 我觉得要先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其实就是目前的迪化街 从这个城海城隍庙前面 一直到名声西路 这一段叫南街 我插话 谢李宝先生最骄傲 说这是他家 真的喔 谢李宝先生 也是在节目上说 他家门口就把画进来 就他家 这个地方就是城隍庙 我要做注解 所以这却有其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请导播把镜头take近一点 可以看到这底下 有在卖冰的 卖冰的 然后呢 前面这边 是当时的永乐座 永乐座那个时候 在上演什么电影呢 在上演这个 红莲寺 火烧红莲寺的电影 然后这个 既然是谢李法老师他家 他们家前面之前 有在卖香蕉 卖凤梨 还有在买什么 大甲露 大甲帽 就是我今天戴的这样的东西 谢教授说 那个就是他家 他说的 所以他们家就在卖台湾民产 然后我们在往上看的时候 看到这边有一个有趣的 就是有在卖进口的 那时候是进口货 虎标万金油 湖标万金油 湖标万金油 然后我们往他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方向看的时候 这个城隍庙 在这个位置 那个时候正在做这个中元节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前面 有在卖 新高 这个 这个 日文 应该 巴拿拿 那就是中文就是这个香蕉 这个牛奶糖 新高香蕉牛奶糖 所以我 我每次看这幅画的时候 我就在想象 香蕉牛奶糖 是什么滋味 我们现在没有吃过 我们只吃过牛奶糖 对啊 可是香蕉牛奶糖是什么滋味 前一阵子 韩国不是有很多 用香蕉去做的 这些甜品 我心里面就想说 我们才是香蕉王国 但是我们没有去研发这个东西 店主要买泡菜 现在买香蕉 那也是蛮奇怪的 好 我们再往旁边看 会看到茂园商店 然后这一些商店 其实建筑现在都还在 还有前缘 这个中药都还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那天我特地去拍的街景 你会发现说 要怎么查得多 所以 稍微退博 怎么查得多 所以那个时候的 这个中华民国美协 跟大日本帝国美协 有差 这个钟馗老师最清楚 这个也是交给他 好 怎么查得多 我们可以发现 查得多 这两战老了 对吧 但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你看到 这个房子都是高耸的 这个房子都是高耸的 可是为什么现实的景况 只有两层楼 其实这个是郭学福老师 他不是用写真 写生的方式 他是带着一点想象的一个创作 所以他故意把整个构图 因为他是直的 把整个构图往天空拉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今天的开祥兄 他的画作里面 当中也有一部分 其实是血液 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写生 好 这一条迪化街这个路上面 这是李火箴的照片 那他现在所拍摄的位置 是在这个对接角的 这个永乐市场那个方向 那么这边可以看到 大家现在在迪化街可以看到 驱城市大药房 所以这个当时他有入境 那这个大药房 也可以看到这个招牌 有在卖什么 雄油 上药水 富人病的这个药这一类的 还有可以卖青春痘 这个是李火箴先生的一个作品 我李火箴专门看那些女性的写真 你怎么都看广告 你他广告人 没怪 王总统先生在大学 传播系教授广告 没怪 我对这个有兴趣 好 那这一棟街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用画图 图画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 现在是这个街屋是世带群 他们所拥有所租任的 那我们看到那个黄德纯黄老师 所画的这个画 当中就是这个转角口的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目前呢 他们把它当成这个小益城 这样的一个文创商店在使用 那么很快来看一下 这是真实的照片 现在目前这边是个书店 这个书店 这个书店越来越少 咖啡厅越来越多 现在仅存的书店 在这个地方叫1920 那各位看到驱城市这个 这个是已经修复过 因为之前发生过火灾修复过 驱城市的招牌还在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 老婆可以tag近一点 这边有个注册商标 这个驱城市的注册商标 这个注册商标中间是什么 七层宝塔 然后左右两边有飞龙跟麒麟 那么而且这两边有两行字 因为太小我念给各位听一下 他说龙龄半塔为继 别人不得仿冒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大概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洋楼的形式 刚才我们看到有在卖这个新高 这个香蕉牛奶糖什么这个商店 现在的状况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当中的这个民意层 是之前的茂园 然后接下来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钱园 那么其实我想多介绍一下钱园 钱园是一个 其实原本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建筑 所以我常常想说 这个建筑就跟女性朋友一样 要装点要打扮 然后所以不在乎那个年龄的这个高低 而在乎你有沒有好好去保养它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钱园生肖行原先 它的外观是像这个样子 虽然它也是洋楼的形式 但是它整个外表的这个装饰 都是用当时流行的这个装饰主义的方式 用线条用几何图形去做 最后我们看一下 这是目前它真正的样子 已经发臭了 所以我会希望说这个好好的珍惜一下 其实这个药房之前的鼓动之一 是陈茂童先生 那么他的原配就是住在 这一个生肖房的三进 因为迪化街的房子有一进二进三进 最里面那一边 那么之前在中山北路那边有一个 像林宗奎那种事 非常非常激励在争取 希望能够列为古蹟的红业园 那个是他的妾住的地方 但是公拜垂成 不像公 还是基本上拆掉了 大家小山住的 有沒有比原配住的好 坦白讲有 这个世界很不公平 是 这个卢梭说 人类生而自有平等 人类生而不自有平等 好 钟奎兄 是我们国内研究建筑史的辛瑞 他本身受建筑学训练 也在台大城乡所完全受方法论训练 目前也在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 来我们就回到大道城 是不是当初的日本政府 有一个官方的都市计划 是 然后弱势 把这个原油跟大家报告好不好 请 是 我们现在台湾全台有很多的老街 然后大家都会喜欢去买东西逛街 那其实走在里面的那个氛围很好 是因为老街本身是很漂亮的街屋的建筑 那这样这种我们已经称为老街了 其实在二十世纪初 是日本人用都市计划的法规 带来台湾 是一种很经过规制化的 系统化的 在此之前的清代的台湾 虽然已经有接到 但是没有所谓排楼错的那个立面 就是这种西洋式的立面 是日本人也不是他们发明 他们是学习英国治理海峡殖民地 包括马六甲 冰城跟新加坡的经验 然后他们觉得说这种亚热带 热带的气候一定要有棋楼 这是重点 但是文明开化又需要有西洋的表情 所以总督府辖下的非常多的单位 当时不只是银扇 包括陆军 铁道部 只要是在这个单位里面 有学建筑背景的里面的工程师 全部集合在一个地方 当时的台北的首长叫做景春大吉 他就委托就是等于是地方政府 跟总督府一起合作 那执行这个都市计划的几个领导人物 包括野村一郎 中荣策郎 他们总共有八个祭司 用半年的时间密集设计 打造出一个模范街区 那个模范街区在哪里呢 在现在的台北的重庆南路 衡阳路 管前路 这三条路以前是三个叫做 荣丁 本丁跟表丁的行政区 都住的是基本上是日本人 就是出了台北车站之后呢 最先接触到的模范街区 那完成了之后 他们1911年到1914年做了这个工程 全台湾请过来看说 将来这是我们未来城市的 文明的一个新的形象 各地的匠师呢再回去模仿 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各地的老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才王主任老师的那个 东宫行企的马车 经过的就是这一间 他就是在荣丁跟本丁 交汇现在的重庆南路衡阳路 最繁华那个路口 有一间非常漂亮的西伟商店 他本来老板西伟晋夫 他是资深堂的员工 资深堂他不再卖化妆品 还卖照相器材 就是有点相关的一些事业 后来他就自己独立出来 承接了这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旁边 还有一间非常特别 当时的这些受过学院的建筑训练的 这些专业者 他们几乎是不管是英国法国 德国的各种建筑风格 都用尽了 他们还设计出这种唐破峰 这是传统东方 而且我们常在日本的佛寺 跟神社看到他们平安时代 跟唐朝就是中国学来的建筑风格 也在二十世纪的这样街屋的现代化 因为这家是卖和服 就是无服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张 好像大家不知道在哪里 其实房子都还在 包括之前的金石堂 他现在甚至我们看到 以前金石堂在三楼有一个咖啡店 都还看得到这个唐破峰的斗拱 还在室内的就是强柱上面 目前是都还没有拆除 不过很可惜他在马英九市长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已经同意 就是通过他的都市更新 那现在只是还没有实施而已 那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的保留 他有太多的历史场景在这边发生 那再过来一六轩刚提到新高治国 其实三大治国会社 明治跟森永我们比较常听到 那新高治国呢 他的工厂在古亭 他就有一间店面在非常繁华的 日本人居住区的本町 这间一六轩非常可惜 2017年才拆掉 2018年就是非常最近的事 但是呢他旁边有一间叫做 松浦屋合资会社 这间出版社 他不管是总督府啊 总督府的专卖局啊 很多官方的文书 是交给他们出版 除此之外很有名的西川满 文学家他的作品 是他们家有在代理发售 那我们看到整个重庆南路 有非常多著名的福福汤果子店 然后像我们刚刚听到美好的音乐 古伦美亚的唱片行 为什么这种感觉比较奇怪 他比较挽盖 他是二零年代的时候的都市更新 他不是那批一九一一年的 所以他在模仿东京的帝国大饭店 有一个美国的建筑师叫萊特 把这种装饰艺术的风格带去日本之后 许多建筑家趋之若鹜 然后我们在台北也可以看到 曾经有过这样的房子 然后旁边的这间呢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商人叫小林乌次郎 刚才提到的红叶园 原本是他们家的地 他把地卖给陈茂通去盖红叶园 那他的布庄就是那个小林先生 他其实不是草地皮 他本身是跟菊原百货的重田融制 是台北城内的两大布商 这栋房子最神奇的是 我们看到我今天带来的这些图片 都是画家郑培哲先生的作品 他故意把这半边有点就是 就是变白色的跑过去 因为这边被拆掉了 拆了一半旁边盖了哥林大楼 就是以前吕秀林还是副总统的时候 曾经住过那栋大厦 还剩下这半边还在 我们可以看到重庆南路 还有衡阳路非常可惜 因为他没有透过一个完整的都市计划 去保存日本时代的这些都市计划的范本 所以目前呢 这些像这间叫做新高旅社 因为玉山是新高山嘛 所以不管新高治国 书店也叫新高堂的 大家都会取这种名字 这间现在呢 就是重庆南路的中华邮政 只剩下一个提款机 可是看起来完全不像对不对 他就是山墙被打掉 然后拉皮这种红色白色交错的这种花纹 我们叫陈野风格的 就变成灰灰的表面 但是旁边的这家还在 阿贵牛肉面还在这栋房子里面 所以还可以比对出来 这张最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时代的都市计划 虽然是做了非常多大刀阔斧的那种 棋盘式的或者是那种道路的拓宽 但是如果清代的古道 他们觉得是有必要的 他们会把这些新的利面 融入就是原本的清代的小路 像这一条 他原本就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 特别流利一个小门洞 所以这上面是过街楼 走进去就是城中市场 我讲到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就是最好吃的就是从这条走进去 这个关系现在还看得到 就是这个邮局的旁边有一条小路的这件事 因为他以前走进去是本院寺 就是日本京都的大佛寺 来到台湾之后最先落脚的几个 几个部教所之一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在衡阳路 就是荣丁最繁华的商业街呢 以前有风月堂也是很有名的果子店 药房啊 然后这些因为都是都是日本 日本人所以他们 日本在结束之后绝大多数都隐阳 就是就是回到日本 我最近有一个有一个很神奇的机会 就是有一个湾生 一个日本的老爷爷 他的祖父是新元陆之助 就是后腾新平时代铁道部的部长 我就带他走这个地方 他一间一间跟我介绍 这是他同学家 这是他什么 所以这些房子记忆都还在 只是未必在台湾 我们可以把它找出来 那这个房子呢 他现在是被拆除了三分之一 但是呢 陈水扁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都发局是张景森 他们用一种容积转移的方式 就是旁边盖的那一批新的基态的大楼 叫罗浮 就是可以仿坐他的立面 然后拿到更多的容积 所以他还不算完全的消失 这也是一种保存的方式 这就相当可惜 黄大洲市长的时候 这间他的对面就是公元号酸梅堂 我们知道那个新公元走到澎阳路 有两边两个相对的非常漂亮的街屋 酸梅堂还在 那这个就是跟他原本相对 然后那时候内政部要指定古迹的 前一个晚上被拆掉的三叶庄旅舍 日本时代是个咖啡 那这个是有一些还在的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三叶十计 他的店主叫小岛 他也在寒阳路 就是以前有白光摄影社 然后还有那个卖鱿鱼羹 其实他日本时代也是有点像是 也有卖这种大甲的帽子 这种杂货的洋杂货 那这是非常特别 他现在是市定古迹 我们都习惯叫府台街洋楼 但是其实他原本是一个营造厂的办公室 那间营造厂叫高石祖 他有非常多公共工程 包括台湾博物馆 包括铁道部 都是这一家去承接的大案子 所以他本身的 他把这个街屋 盖成他的建台银行 或者说应该是说建台的陈列厂 我们可以看到铜板瓦 石板瓦 然后这边有这种推拉窗是砖造的 下面又有石造的 天花板是木头的 他有点像是一个行路 而且是一比一的模型 他业主带来看 你要哪一种 就是用这一栋 那他战后是人民导报 就是王天登有用过这个建筑物 那这些被日本的祭司 用这种西洋的学院方式去设计出来的 那经过台湾匠师的转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严平北路出现这种 本岛人非常具有气魄的张东龙商行 这个是台湾代理石油的家族 这栋现在拆掉三分之一 那还有到了 这也是去年才拆掉的 彰化银行 他其实虽然是战后做的利面 但是他完全延续他日本时代的美感 这间林献堂还有来剪彩这样子 好我们等下下一段再请来介绍 继续介绍 谢谢 有一次我到一家百货商场 那我进电梯 电梯又开开关关 突然关起来 又就这句话 Fation's fate star is eternal 我对文字很敏感 我就眼睛我也是一亮 那又开又关 就这句话 反正有人进出就开开关关 那关起来就是一半是Fation's fate 然后star is eternal 我做电视要做style 今年是我主持电视 或是参与电视业第三十年 决心做自己就是英雄 做自己style 现在我不想先卷入政治泥澜 我要我们的观众仰望天空的星辰 我也不谈外太工到行天工 谈到子工 我不谈那种东西 我谈公民能文素养里面的美学 美学教育 公民能文素养教育 在各个不同层面 有艺术 音乐 美术 摄影 历史 文化 通通都是 因为 刚才中文学兄长 我家注解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 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在做未来的节目 Fation's fate 潮流会退 但是风格是永存的 我们是在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今天来第三位来宾 郑开祥先生 他就是在做 脚踏式在做 他有一本画册叫街屋台湾 他不是用摄影机 我把它很快 你看 他是用绘画的 来 我跟广播已经对谈一次了 所以开祥说 应该是你优始来第一次上电视吧 第二次 第二次 好 欢迎 来 为什么有人用摄影机 刚才提到李火箴也吧 张才也吧 邓南光也吧 是用摄影机 你却用绘画 用彩绘的方式 为什么 来 分享 大家好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 我这本街屋台湾这本书 那里面收入了一百间台湾的街屋 就从北中南东 这样四个地方的街屋 那主要取景的方式 我取景的方式都是用一种 我说漫游的方式 漫游方式就是 例如说我现在到任何城市 例如基隆也好 或者是家也好 我不会去做太多的计划 那因为我们其实会发现说现在的人 他旅游的方式 常常是一种点对点的旅游方式 就是说 例如说我现在去嘉义 我可能已经想好我要去吃鸡肉饭 我可能接着要去摄日塔 或者阿里山之类 那你其实对于中间的 那个交通的过程 你是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感受的 那大部分都是很快速的一个 一个移动的方式 那我觉得移动方式 其实会很大程度的影响 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感受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 好好的去观察 那我刚刚讲说我都用漫游的方式 例如我到这地方 其实我不会特别去做太多的计划 我就让自己迷路在这个城市里面 然后我很喜欢照到小巷子里面 因为我发现小巷子里面很容易可以看到 非常在地的庶民生活 那其实小巷子里面相较于外面的大马路 其实它又是更接近 就是在地的私领域的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很容易在里面看到 看到说很有生活堆叠感的这样东西 那我其实这本街屋里面 它也有一个特色 就是像刚刚各位老师讲到的 都是通常就是外观非常的华丽 或者是很像豪宅这样的一些房子 但是我画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有点破烂 甚至倾倒的这样 能不能把你的插画 来让大家分享 然后对照 再用照片来对照 请 是 那这样我就接着直接讲好 那这个创作的方式 这个系列创作方式 我是用一种剪贴 我开玩笑说是一种剪贴的方式 就是像例如说 这个是一个高雄的一个支援回收站 那我们通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就觉得说他就很凌乱 很凌乱的一个画面 那我刚才说 我用剪贴的方式就是说 我我会给大家看这张好了 我会主观的 像是这个红线这样 我会主观的把它框起来 然后比较着重在于 他这个房子的一个造型趣味性 然后所以其实很多人 像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不要用拍照 为什么用画的 那用画的一方面是说 透过我们的画笔 其实会把现况去稍微做一些美化 再来就是因为我刚刚说 我用剪贴的方式把它的 有点像去无存经 把旁边的环境把它剪掉 大家更容易看到这个房子有趣的地方 对然后他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样就完全蹭脱出来 就好像从水中浮出来 非常蹭脱 有针对性 所以所以比较是在 在强调这个房子的独特性 而不是在交代他跟旁边环境的关系 对然后那就在讲 里面的一些故事 例如说这一间是他在新竹车站前面的一个街屋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上面有非常多 就是我们很诟病的 所谓招牌这样的东西 对那招牌这东西 但我也不否认说 他的确是很凌乱 也常是我们就是城市美学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通常会从 从他的建筑的这样样貌上面去去思考 他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样子 但一个可能就是说 我们早期的生活美学 然后就是造成就是我们对于 对于说大部分思考的 思考的方向都是以利益或者以快速为主 然后比较不在意 原来就是说 比较在意的是说 我这个利面我可以让我赚多少钱 而不是很在意说 这个建筑到底有多美丽 所以像刚刚各位老师讲到很漂亮 那样的建筑利面 其实很常都会被很多的招牌所覆盖过去 对那这其实是我们 我觉得是一个生活美学 早期的对于美学的教育不重视 所以间接的影响了我们的街景 然后再来就是 刚刚说招牌的部分 其实我还看到一个东西就是 我如果往好处去想 我还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就是 他可以看到那一个 一种向上 一种生存的生存的一个意志 就是因为老板未来让人家看到 所以他必须他要把他的招牌 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有点像是我开玩笑说 有点像是之前那个意志节目 就是大家选我选我选我 必须做得很大 人家才会看到你 才会过来给你消费 这样 那另外我又发现一个趣味 就是像 其实招牌样子也会 也会 我说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 就是说像我去过澎湖 我发现到澎湖的招牌 因为澎湖可能风比较大 所以他的招牌基本上都是紧贴在他的他的墙面的 他竟然凸出来也是一点点而已 然后大部分他去用他的他的墙面的立面 做一个大幾个大的字 这样去做去做凸显 那但像台湾的部分 可能风没有这么大 所以他他就可以很夸张的把一个招牌伸出来 这样 这是这张画我看到的地方 那这张 这张画是在雾峰 在雾峰的一个 一个叫杜仁森檳榔灘 当时我经过他的时候 其实我是开车 当时我是开车 然后就看到他这造型 就是他太可爱了 他其实是在一个露冲 在一个露冲 太可爱了 快点停车下来 然后跑回来拍他 大家其实可以从这个画面 里面看到一些东西 就是他这个角度 这角度他这边其实是一个露冲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扇形的LED灯 扇形的灯 这个很台 对 非常很台湾式的东西 是檳榔灘吧 果然是檳榔灘 对 然后我就最有趣的 其实下面这个地方 刚刚讲到杜仁森檳榔 专业檳榔 我很喜欢从招牌去去思考 那个店主他到底想要去传达 一些什么东西 例如说杜仁森这三个字 我可能会让我想到说 他有一种悠闲 然后无忧无虑的过生活 那样的一个暗示 然后专业檳榔灘 他很像在告诉你说 我的檳榔是最好 最top的 对 那你如果先来无事 没什么事的话 就可以来吃我们的檳榔 土人心那种感觉 我稍微查一下 因为各位啊 你只要从台北往南 南侃交流道下去 右转很多檳榔灘 你知道招牌是什么吗 LV Christian Dior Prada 都是名牌的 我觉得还不如这个 杜仁森 你觉得有没有去 其实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讲到说 招牌可以去凸显那个店主 他的他的想传达什么 或者是客群是什么 例如说这地方 他是一个住宅区 所以他当然是传达说杜仁森 但如果你是在交流道看到的话 他有可能就Prada或者是香奈 我觉得这个杜仁森林心海海 法国人讲的 CeraVe 法国人在干杯CeraVe 或者美国人说LUST 一拿人生就这么一回事 夢导 导林心 我觉得招牌真是很亮 是 把台湾人的生活哲学 把它凸显出来了 是 然后再来就是他 他背后還有一个故事 就是我画了这张之后 那也一个因缘忌讳 就是可能是 是他的這個檳榔攤的小孩 就是透過我的粉絲也跟我分享說 這個檳榔攤過去是他父母親 開的一個檳榔攤 然後他們靠這個檳榔攤 養我他們家七個小孩 對 其實我收到這樣回饋的時候 其實很感動 就是覺得說 也許我一開始 我只是很出於純粹的去畫這樣的房子 然後但是也許我 我也記錄了台灣某一個 某一個時代的一個記憶或者是畫面 我們的觀眾 一個名人 他說他阿公跟爸爸都長的 就培養他們四個孩子都成材 都是大企業家 所以台灣人找一代 哪一個不是這樣 你說賣檳榔養七個孩子 有一位我的好朋友他是 阿公 遺傳阿公跟爸爸都 都不在你 只有長的 結果四個孩子都非常有成就 其實這不是台灣文化的寫照嗎 好 最後一人三分鐘好不好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 我希望大家 其實這本書是非常優美的 開場先生這本書 我希望大家拜讀 我認識他也因為這本書 廣播跟電視都對談 是不是三分鐘說 我們怎麼培養 當代台灣的美學 尤其要對年輕人說 你要有美學觀 不是到巴黎的羅浮宮 去看他們的美術展 那是美學一回事 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欣賞台灣 自己建構自己的美學觀 來 佐隆 好 剩下一個時間而已 我講一個故事 各位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個是李火箴先生 我看照片裡面的人的穿著 我估計大概是1943 或1944左右 這個是在永樂市場 在大稻埕那邊 永樂市場的外面的販賣部 那各位看到這邊 剛才說的扛棒 看他招牌 這邊有個招牌 叫做阿萊斯 其實要練台具 阿萊斯 阿萊斯是在做什麼 沒有 這裡有什麼 好釣過 好釣過 這個好友宅 所以他是一個鐵打筍商的這個塞符 那麼我在兩年前 我去大稻埕這邊辦獎座的時候 我經過一條巷子口 那我看到那個巷子口裡面 有一個這個招牌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阿萊斯 這是在 也是在 他是已經挪到這個對面去 他沒有第一台第三台 沒有 老三的 同一台 然後那一天 還有八九十歲 對 所以 胡大哥就是剛才你提到這個問題 我又想用這張照片來回答 然後那一天我就是上上禮拜 我去這個拍照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招牌不見 我發現這個招牌不見 然後帶我去的是我 我這個小學的學妹 一個張家麗小姐 她很老的 她在路上在迪化街人名 人名很認識 她隨便叫一個七十幾歲的 那個阿伯 胡日桑 說你知道怎麼可以嗎 有啊 我知道我帶他去 結果她自己到那邊 她也發現愣住了 不去了 那人在哪裡 去年過世 所以招牌就撤下來了 就沒有在做這個生意了 那一個時代結束了 是 這就是我最後 我想要講的結論是 我們在做文史 對歷史的了解 其實是跟時間在賽跑 然後這件事情 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記得我們每年夏天都有颱風 我小學的時候 因為颱風過後 招牌都是東倒西歪 那我要上學的時候 反正小孩子喜歡看 大家圍著看 那個合作金庫 合作金庫 有說怎麼哭嘛 合作金庫的庫滑下來 把滑 滑 滑 滑不起來 我聽到這雙管理說 合作金庫的庫滑下來 把滑不起來 台語的奧妙之美 好 宗葵也做一個美學專家 所以王Sir你做 對我們我們下一代來做教育 來 美學教育什麼可以想 其實台灣有非常多很美的東西 那我覺得最簡單 也最單純 最基本的 就是我們要認知自己 將來都還要在這邊繼續生活 那這樣的話就會對於這塊土地 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會非常有興趣 那將來也就不會是那種 短暫的五年十年的規劃 或是一兩任首長任期的規劃 會想得更遠 我們剛剛提到 今天有講到建宏書局 它其實是非常少數 在重慶南路1911的這一批房子 還在的 因為他就在這個福福堂 就是已經改建了 昨天宣布關門 他還在營業最後幾天了 這樣子 對 但是他 我看他那個布條說要改建 就非常可惜 他其實他完全被包在新的裝潢裡面 他裡面那個舊的構造都還在 他日本時代叫做三下金物店 就是有點像是五金行 那他是台中跟臺北都有的 那那個房子 不管建宏會不會繼續在那邊 他如果能夠離開 但是留下那個建築物的話 會比起只是純粹在討論樓地板面積的價格 那個文史的價值的意義完全的不一樣 那我們最後再講 講一點點 這一種非常可惜 彰化銀行在戰後還在延續戰前的美學 但是最後就是留這塊招牌 我們整個文化局沒有辦法讓他留下來 但是這個請大家關注一下 在進去敵化街之前 南京西路上有一個 這是戰後 戰後的將師社會 延續日本時代這種美學 綜合紡織上面 甚至他提字的是普如 今天有講到皇帝 就是他們家的 有一個人後來來師大當美術系教授 他也沒有辦法被文化局認為是古蹟 將來也要進行獨自更新 相當的可惜 開祥 你透過一百幅 重新建構臺灣的美學 為什麼 我知道大家看了這本書以後 常常可能會這樣問我 就是那你是覺得這樣凌亂的街景 他是很漂亮的嗎 那或者是覺得說這樣的東西 應該所有都要被留下來嗎 對 其實我也不否認 就是我也認為城市街景的確是 他有很大的改進的地方 那但是我覺得我們往往會覺得 這樣的凌亂的畫面 會覺得可愛 是因為他充滿了生活感 生活的堆積感 然後他這樣的東西 讓我們臺灣的就是說 庶民文化產生一種溫度這樣 對 那我這邊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喜致 其實我在 我在屏東聖地新村 有成住一個日式的空間 那我們在那個日式空間裡面 做一些修復 其實是就是有便手之足 自己去慢慢整理的啦 沒有去做太大的一個整修 那其實就是想保留他很多的 過去一個老的痕跡 那其實我們通常到那種 不管是眷村也好 老街也好 我們想看到的其實往往不是很新的建築 有的時候用新的建築 他可能還不是造以前的工法 會用很快速的工法去修這樣 就是有點像中永文化城那樣的感覺 對 但我們想看到的可能就是那種 很有古早味道的那樣生活堆積感 那像我剛剛講到說 我跟那個房子相處 其實很大程度的印象了我 然後當然進而出現了這本書 那這個喜致就是 我們成住那房子之後 就是之前的屋主大概八十幾歲 然後他的女兒 我猜應該也五六十歲了 那有一次他一個就是回 就是來到我們那個空間 然後就看到我們這喜致 就指著這喜致說 這是我結婚的時候三十幾年前貼的 竟然沒有把它撕掉 其實有時候會很感動就是說 我們其實不經意的一個小痕跡 對 但是也許之前的屋主來看 他會指的那個痕跡跟你講故事 對 我覺得這個才是 就是對我們來講庶民生活很重要的東西 那我們常常是覺得說我們的 我們很像對自己的文化常常是不自信的 很多人對自己文化是不自信 所以常常會出現一個廣告詞 就是說這地方好美美的像國外 那其實我們不用美的像國外 我們可以美的像自己就好了 那最後我在引用漢堡老師的一句話 他說我們中國人利用 他這個意思是說 雖然我們的城市很亂很髒沒有錯 可是他卻充滿了生活的感覺 這也是 也許也是台灣人左遍天下 最後還是會習慣台北市的一個原因 三位來賓 左隆跟鍾奎跟開祥 他們是用影像 用繪畫 用鏡竹 在說台灣的故事 故事 歷史 英文history 它希臘字就是探討的意思 重新探討 心靈重新探討意思 我們正在重新探討台灣的故事 台灣的歷史 首富要參選總統了 韓國瑜市長說發財 沒什麼了不起 清末日日時代 台灣首富叫李春生先生 他哲學家 這是台灣首富 他是哲學家 我希望韓國瑜先生跟郭台銘先生或參選總者 拜讀李春生的哲學思想 偉大的領導者是用價值信仰領導國家 偉大的領導者是希望的化身 而不是東方錢 錢錢 以前香港電銷銷錢錢 那是基礎而已 價值信仰 信心希望 我特別來把李春生 他在亂局中 跟今天情況一樣 他所處一百年前的台灣跟現在是一樣 近代东亚被动的李春生 用这本书送给有志参选总统者 以及想了解自己目前台湾处境者 李春生先生是台湾史上 第一位思想家 一生多彩多姿 除了面临东西文化的 强烈激荡之外 也经历了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 他从弃地移民成为日籍华人 成为应商买办 然后查商置户 他跟林本宜家族是台湾首户 也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立抗当时中国知识界主流 严厉批判达尔文贺旭黎的进化论 这本书收录了近年 有关李春生研究论文 有助于我们重新了解 台湾史一个重要的侧面 精神史 观念史 价值 信仰 追求灵魂 它的重要性绝对不下以花财而已 感谢三位 谢谢 谢谢